60岁老光棍花6000买了个美女老婆 老杨单身了半辈子 居然还能娶到这么漂亮的女人 他装模作样地问女孩愿不愿意 女孩贝贝夹在两个壮汉中间 只能轻轻点头 原来女孩的父亲病重 哥哥便想把他卖了给父亲治病 老杨用红布包了6000块就把婚事敲定了 还多给了100让二位买烟 拿到钱之后 哥哥也不回地离开了 女孩呆呆地低着头一言不发 老杨把赶来看热闹的村民打发走 这大喜的日子 他要杀之机庆祝一下 破烂的土房子洋溢着老杨的快乐 女孩仍旧什么话都没有说 直到老杨把鸡肉端上了桌 还贴心地点女孩撕下一个鸡腿 女孩这才换了个动作吃起饭来 一看就饿了很久 从女孩口中得知 他是被拐卖到顾家沟的 之前的壮汉根本不是他的哥哥 而是人贩子 这个村子没有什么年轻人 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小孩 老杨正是顾家沟光棍天团的一员 其余的三个人分别是 顾灵 梁大头和六软 比起其他三个人 顾灵年轻时还是有老婆的 被他一手给气跑了 只因他对小姨子动了坏心思 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故意抱来柴火把炕烧热 小姨子热得睡不着 起身和他老婆换了位置 顾灵如愿以偿地睡在了小姨子旁边 起先他还装作证人君子背过身去 等到关了灯却开始动手动脚 一阵拉扯吵醒了老婆 老婆带着小姨子一去不返 他也一直打光棍到现在 而梁大头的单身则是因为身体残疾 这源自于年轻时的一场意外 不过纯属梁大头自己作死 那时候的他还是个青年裁决 处处指挥着女孩子们劳动生产 看着打草机前的漂亮姑娘 梁大头忍不住心眼意歪 福在姑娘被后手把手叫血 便宜是占到了 同时四个手指也卷进了打草机 把梁大头变成了残疾 农村需要的是年轻力壮的劳动力 一个手有残疾的人能做什么 于是梁大头也孤寡了半辈子 不过他也不是什么安分人 经常摸进老杨邻居翘三的家 与翘三的妈妈亲密互动一下 原来那个打草机前的女孩 正是翘三的母亲 光棍天团的第三位成员六软 则是从根本上出了问题 他压根就不喜欢女人 小时候家里给娶的童养席 六软不想跟他同床共枕 被童养席按在炕上一顿打 此后六软看见女人就发出 更别说结婚了 光棍天团此刻最耀眼的人物 是唯一拥有老婆的老杨 他也有一段比较疼痛的青春 他青年时的相好 现在是村长的老婆 年轻时的他只是个马杆一样的放羊娃 在放羊的时候盯上了同村的女孩二鸭 二人相约去山沟里玩耍 一来二去的就谈起了恋爱 偷偷摸摸地在草地上约会 有一天二鸭回家 坐在炕上什么也不干 二鸭娘喊他做饭他也不理 只是照着镜子摆弄自己的头发 二鸭娘怒骂到 他是不是看上那个放羊娃了 二鸭说是 并且二鸭还想嫁给他 气得二鸭娘当场晕倒 隔天晚上 二鸭一家就集体出洞 二鸭爹冲进老杨的房子 对着老杨的肚子就是一阵乱地 原来二鸭已经怀孕了 一穷二白的老杨怎么可能取得到二鸭 二鸭转头就嫁给了村长 自此以后老杨也过上了单身生活 只不过二人名修站到暗渡陈仓 村长一出门 老杨就和二鸭偷偷约会 老杨这辈子攒的钱 多数都进了二鸭的口袋 像是交易 但是老杨给钱给得心甘情愿 有天晚上 邻居家办白事 叫来了戏班子唱戏 听着陆鼓的戏词 同在人群里的老杨和二鸭相识一笑 默契地走进了老杨的家 结束之后老杨照例掏出了钱 未曾想二鸭并不收 不过这可不是二鸭大发善心 为救情人免费服务 他只是让老杨把钱攒起来 留着供他的儿子上大学 有着福分的也不止老杨一个 村长的老婆可是大忙人 得到的钱他都投在了儿子身上 这个看着已经年纪不小的男人 居然还在备战高考 二鸭想 好歹他也是村长的儿子 说什么也要比别人强 村长很忙 总是不在家 老杨有时候也会在外面和二鸭约会 丢下正在看守的瓜田 跟着二鸭钻进了玉米地 人是舒服了 但是瓜也被牛吃了 村里的主要经济作物就是西瓜 天不亮老杨就拉着牛车去镇上卖瓜 可惜遇上了一帮小混混 一百块钱就想买下老杨所有的瓜 不肯吃亏的老杨挨了顿打 灰溜溜地从镇上回来了 农村的老光棍无依无靠 被人欺负了也只能肝躺在床上 浑身的瘀青无处不痛 好在二鸭来看望老杨 老杨不想看病不想擦药 只想让二鸭陪自己一会儿 损失了一车西瓜 郁闷的老杨和其他几个光棍 坐在村头晒太阳 谁知竟然来了一辆收西瓜的车 今年的西瓜不好卖 好不容易有人来收 全村人都抓紧机会网出卖 可惜收瓜人能力有限 而且顾家沟的西瓜质量实在不好 他决定不收了 村民们哪里肯放过 将收瓜人打了一顿 见收瓜人开车要走 梁大头索性躺在了车轮子前面 这一村无赖 成功地把收瓜人的车塞满了 只不过以后收瓜人可能再也不会来这里 这些人就是为了一时之力 将未来的机会也端送了 卖完西瓜的晚上 手里有了两个钱的老杨 又迫不及待地找来了二鸭 他要把这笔钱拿去供二鸭的儿子读书 因为自己无亲无故 将来还得依仗人家 二鸭满口答应 儿子将来一定不会忘了老杨 老杨心里也嘀咕 说不好这个孩子 还是他和二鸭年轻时的结晶 果然这个孩子不负众望地考上了大学 老杨和梁大头站在凑热闹的人群里 露出了意味深长的表情 二鸭私下和这两个老头都有联系 同样的他俩也给了二鸭不少钱 二人坐在山坡上一合计 这给来给去 将来好处未必能落在自己头上 老杨思前想后 觉得指望村长的儿子给自己养老是有点玄乎 于是他攒了一段时间的钱 之后一辆红色的面包车开进顾家沟 带来了老杨被拐来的老婆 那个漂亮的川妹子 村里的人听说老杨买了一个年轻又漂亮的老婆 都赶来好热闹 二鸭也抱着孩子在门口打量着川妹子 老杨的钱没再给他 原来是拿去娶媳妇了 意识到自己少了一项重点收入 二鸭十分不满 川妹子给给顾家沟带来很多骚动 二鸭的情绪不说 老杨的邻居翘三也看上了这个川妹子 翘三看完热闹 回家就折腾自己的父亲 自己要娶老杨的老婆 这么荒谬的要求当然被老杨一口回绝 川妹子就像一个货物 被这些人们讨论着 甚至交易着 下午老杨让翘三带着自己两口子去镇上 趁着老杨洗头的时候 川妹子逃跑了 老杨和翘三急忙追赶 川妹子苦苦哀求着让已经追上他的翘三放过他 可翘三还是做了老杨的帮凶 将川妹子带回了家 自此以后老杨去哪里都带上川妹子 生怕他逃走 川妹子在老杨的板车上看着翘三 目光里满是优越 翘三也躲闪着不敢看川妹子的眼睛 结果川妹子这次缠上了他 趁着老杨不注意 跑到了翘三家 坐在炕上说什么也不肯走 老杨追过来依然是一阵拉扯 翘三一拍桌子 说着就要凑钱把川妹子买过来 老杨不服气 一伙人去找村长理论 二鸭看着心里暗爽 为了老杨继续给他送钱 他剔翘三说起话来 老杨见旧情人也劝他 索性撒了手 六千块钱又将川妹子卖了出去 不过这笔钱还没午热 就又跑进了二鸭的口袋 老杨没了老婆 自然又开始讨好二鸭 高兴的二鸭让孩子给老杨播放了一首光棍之歌 老杨心里不是滋味 于是在一个晚上去了县城 想找专业人士排油解难 美女说一百块她还讨价还价 八十块的价钱有八十块的服务 但是老杨并不满意 她想退款 美女也不答应 还被美女叫来的管理员吓得抱头鼠窜 另一边的翘三碎了心愿 心情美滋滋 他们一家对川妹子也不错 只不过人心难测 他们心知肚明川妹子是被拐来的 却不允许她回家 就连写信也是全家人陪着 过了几日 川妹子送出的信终于得到了回应 可惜是她的父亲已经去世的消息 崩溃的川妹子晕了过去 翘三想带老婆回家奔丧也不被允许 川妹子没有钱 要想自己回家男上家男 于是她找到了老杨 川妹子说她如果陪老杨一晚 就让老杨给她钱 老杨也欣然答应了 结果事情败露 翘三狠狠地打了老杨一顿 满头是血的老杨跑去六软家避难 这可戳中了六软的癖好 老杨被她摸得心烦 骂骂咧咧地就离开了六软的家 第二天傍晚 她和梁大头坐在山顶上 抱怨着她昨晚的遭遇 被打不说 还被骚扰 梁大头安慰起她来 两个光棍依旧孤身一人 这就是顾家沟光棍们的故事 生在这片穷乡僻壤 匮乏的精神让他们执着于男女关系 质朴与邪恶共存 夕阳今天也会洒满这片土地 孤独也是如此